横幅宇都小区位于杭州临安的下雨街上 开发商是浙江横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 李先生是2021年11月5号在售楼处签约的 房子的建筑面积将近88平方 总加131万多 合同上约定这套毛批房在去年10月31号前交付 11月2号李先生带着宴房师去收房 我们主要和宴房公司在忙着宴房 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发现的 他们的物业领着我们进去收房的时候 他们发现的 然后我们就去看到 装东西在什么地方 在位于主卧的卫生间地面上 风干的状态 至少有几个月了 考虑到大家的观看舒适度 我们对照片做了处理 这堆脏东西就在主卧卫生间的地面上 李先生说 事发当时他就觉得很恶心 直接拒绝收房 事后他问过小区物业和售楼处 小区物业他们说他们也不清楚 开发商他们对于您发现了这个情况 怎么解释呢 他们就说这个事情 他说在房产行业很正常 他说我们清理干净了 不影响房屋质量 然后就没有结果了 那这个说法你能接受吗 我肯定不能接受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他们要给我做出一定的补偿 李先生说 这件事情拖到现在快半年了 开发商一直没有给出补偿方案 在临安区住建局的协调下 上个月 李先生和一位销售经理碰面协商了一次 就他们的销售经理去了 我们到住建局面谈了 但是谈的结果 我是告诉了他我的诉求的 那他们说满足不了 他们说只能是帮你清理干净 从李先生提供的视频来看 主卧卫生间的地面被清理干净了 找到小区物业办公室 一位值班主管表示 自己是上个月到港的 按照他知道的情况 李先生反映的情况应该和物业无关 找到横幅与都售楼处 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 记者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后 再赶到浙江横委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办公楼 一位负责人表示 这件事还是要问售楼处 记者联系了杭州临安区住建局 请工作人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邮箱 转达给小区开发商 之后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 里面没有抬头和落款 文字内容中提到了李先生的房号 并表示 我私已在第一时间对房屋进行了打扫冲洗 但就客户提出的退房并赔偿的要求 不在我私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 我们可以正式向客户道歉 如果客户一定要坚持他的要求 可以走法律途径 关于退房这个要求 记者跟李先生进行了电话核实 销售经理他去和我面谈的 他说你是怎么诉求吗 我说最好你们给我退房 现在关于这件事情 你的解决意向是什么呢 我要求退房 外面他还退不了呀 之前我打过市场热线 他们也给了一个方案 说他们的领导愿意道歉 然后做出适当的补偿 然后后来他们也没有落实下来 李先生坚持要求向开发商索赔 具体金额可以再商量 他准备继续向林安区住建局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